LPGA台湾赛明天周四开始就要在林口美丽华球场进行 那来自各国的高球女将先是先参与的配对赛 调整手感的同时也顺道来勘察球场环境 没错像是国嶺旁的长草区还有国嶺上的草温 都是曾耀尼认为想要打出好成绩的关键 是什么风把前副总统肖万长和顶尖高球女将们吹在一起 原来是LPGA台湾赛开打前的职业业余配对赛 找来他们共同灰感 这项宾客静欢的交流活动小听后曾耀尼当然也没有缺席 你把握打完十八栋的机会做最后的调整 今年球我觉得那个长草长很多 对那我觉得尤其是国嶺边啊 长那个球道其实你真的进去真的很难找到 对啊那我觉得在国嶺边的那个长草的那个距离 就要比较去长比较去掌控 那我今天有打了一些就是 就是真的是完完全全是看不太到球的 然后去感觉一下那个打的感觉 跟他球滚动的那个速度这样 身为地主曾耀尼对于这座球场的熟悉度 甚至比自己的感地来得多 而且也知道如果想要在这里拼出好成绩 关键还是在国嶺 其实像我在这里打那么多年 但是我很多国嶺其实还是没有看得很 很顺我觉得就是读 对啊有一些我觉得 读的他就是真的都不太一样 就是地形跟他的草温一直在变化 对像我今天打昨天打 很多草温就不太一样 今天就是跟甘地讨论更细的一些策略 那我在这床算是比他熟吧 对所以他跟我讲的一些策略 我说没关系这我知道怎么当 对对 我说我在这里长大 他说OK 因为他本来有点担心 后九栋有一栋 就是有两个球道在那里 我说没关系是这个知道 然后对啊 就是有几栋我们的策略啊什么 今天就比较整合一点 不同于正式比赛时充满严肃的杀气 众家女将把配对赛当作暖身 接下来四天的正式厮杀 才会拿出看家本事 UDN TV吴嘉佑 吴敏新新北市报道